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值得有浴室喔 參考看看 都可以試吃喔 喊的賣力 店家祭出試吃 搶人氣 農曆年節倒數計時 採買人潮 擠爆年貨大街 賣了腰果啊 然後冬蟲夏草啊 然後 干貝 香菇 過年了 年貨有比較平衡嗎 我覺得每年差不多耶 花生 開心果 一代一代堆好工挑選 過年必備零嘴 還有進階版口味 起司五香殘豆 但價格似乎有變動 堅果類的 像台灣的這些 頂多會稍微漲個一二十塊類 那像漲比較高的話 可能就會有我們的進口類的 像開心果類 魷魚絲類 這些部分 會大概漲到三到五十塊左右的價位 不敵原物料調漲 花生零嘴小幅度波動 但部分高檔海鮮反而降價 墨西哥車輪包去年一貫五千八百元 今年降到四千九百元 疊價百分之十六 日本干貝 今年一斤三千兩百元 也比去年便宜百分之十一 另外過年常備菜 野生烏魚子 一片四百五十公克裝 也降了百分之九 因為今年的產量有比較 比較充足一點 比較充足 比較夠 所以今年相對來講 買烏魚子是很划算的一個選擇 價格有漲有跌 風搶年貨 也得精打細算 三零星人的邵博雅亭台北報導